高雄陵园区石滑一路台塑厂房内 消防人员急忙拉上水线灭火 强力灌救 因为这里凌晨2点30分发生爆炸起火 我们大概在阴城2点半左右 那接报我们古营远公园区在台座有发生爆炸的状况 那它这个状况是就是我们那个学生的塑膠力 它的这个属于一个潮水 它这个潮水有爆炸的情况 那因为爆炸的关系 所以它是从整个潮体的点端就引起火花 那这个情况我们述动我们相关的人士报道完现场 那刚刚我们用布水线 就是从整个潮体的上关由上往下实施这个射水 消防局调度临近7个分队前往救援 火势在3点37分就获得控制 但爆炸时的红龙巨响已经把附近居民统统吓醒 连忙跑出加密关切 连忙跑出加密关切 爆几车啊 一车 很大车啊 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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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远在两公里外的西西里 也被爆炸声惊醒 而台塑所在的西周里 不只民众怒斥想吓死谁 更有居民反映电视机已似遭爆炸正波影响故障 但庆幸的是 今天这个状况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人员受伤 消防局初不了解这起爆炸原因是静电导致 它因为这个塑胶粒 它在这个草体里面 它正是成品 是固体 所以它在 它在这个制成成品之后 它会把它放到这个草体里面 那在在储方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 塑胶粒它本身也会有点滚动 然后这个过程 会产生一些静电 那这些静电产生之后 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由于2019年2020年 台塑林园聚丙漆厂都曾因违反空污法 被开罚4件 总共裁罚62.5万 因此这次爆炸意外 环保局也立刻派员前往下封200公尺处侦探测 还好这回并未监测到明显异常测值 但若经过调查 是人为管理不当造成爆炸 台塑将被以空污法第32条 爆发财阀45万元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season success 嗯 嗯 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